因為我們現在在太平山莊 在9點45分的時候 我們的氣溫顯示是在0度左右 然後在10點15分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拍攝影片 發現到說它好像有在下冰線 那這冰線呢 它是雪的前置過程 那可能明天早上 我們在太平山 預計明天早上 我們在太平山莊的廣場 這個貓頭鷹廣場就會有一片雪白的世界